音樂可以圖野聖情 太鼓這種樂器就要玩得多 甚至可以鍛鍊體格 由黃之瑩介紹一下 傳統上日本太鼓只是祭禮時候會用到的其中一種樂器 他更加創下太鼓獨咒仙河 多位國際名人 包括英國也王菲戴安娜也都看過他的表演 只看表演 不少人都猜不到 他下年2月就60歲了 我跟大師聊過之後 我都想親身試試 香港正好有一隊女子太鼓隊 可以向他們學兩招 握鼓棍有技巧 摘馬要夠穩 林英哲都提過 主張練習的時候不穿鞋 連會用腳趾走實地面 無論是運力以至姿勢都會更加好 打太鼓的時候可以說是用盡全身的力 在用雙手之外也會利用到聲線 香港傳統學習的方法 都是用體譜 即是他記譜的形式去學 但其實我最享受的是 要用整個身體的配合 我打完太鼓之後 我整個人的改變了很大 自信心大了 當然身體又好了 吃東西又多了 又不需要擔心要減肥 下點鼓在大約8年之前成立 成員除了是來自香港 還有美國和日本等等 近兩年嘗試成為專業團隊 來香港演出的林英哲 知道他們有表演都抽時間去看 但即使在日本 太古的教育都未成系統 林英哲計劃投入更多時間 培育年青一代 無線電視記者黃子營那道 次回到工作吧 先下間